回到国内的产业部分来看到 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就在今天下午2点 举行了线上法说会 他们公布他们2024年第一季的财务报告 税后每股的盈余来到了8.7元 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台积电的财务长黄仁昭 他更是首度曝光了 就在04-03花莲的地震之后 还有4月份电价上涨对台积电所造成的冲击 预估合计影响整个第二季的毛利率最高1.3个百分点 而这法说会进行到一半 却爆出了一个小插曲 他们的网站出现有史以来的大档机 会后台积电也发重讯说明 受到花莲地震的影响 他们将认列地震损失大约是新台币30亿元 台积电第一季财报书炉 绞出又一层鸡蛋 合并营收达到5926.4亿元 税后每股盈于8.7块 创下同期新高 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同时释出第二季财测 更首度曝光 04-03花莲长镇对台积电带来的影响 强调在地震后三天就完全恢复满血复活 预估这一次地震影响第二季的毛利率就落在0.5个百分点 会后也发布重讯说明主要是金元报废还有材料耗损相关损失 将在第二季任列扣除保险理赔后的相关地震损失大约30亿元 而面对电价从4月份开始调涨 由于台积电适用最高调幅25% 预估将影响第二季的毛利率大约0.7到0.8个百分点 执法书会进行到一半突然爆出小插曲 华人招才说到第二季展望 话突然被打断 网站出现有史以来的大档机图起来消音也引来一波讨论 有网友直言台积电的IT真的不行 还有人开玩笑问有没有麦克风概念股 先有资管人员紧急抢修 在断讯20分钟后终于恢复正常 却让投资者一度急跳脚 记者综合报道